近年来吴秀波在娱乐界也算是风生水起,不时革新票房记载,取得各项金奖提名,大概是因为人红长短多,几年前吴秀波送母亲去养老院,居然被某家媒体巴拉出来,激发网友热议,有人暗示了解,究竟结果播书忙奇迹得空照顾白手, 养老院大概是白手一个很好的挑选,可是也有好事者暗示平心静气,痛慢吴秀波不逆子,为了盈利居然送白手去养老院,面临媒体,吴秀波说了本人的观点,他说家里有保姆,电视,可是养老院有电视,医疗设备另有此外白手,这是本人家庭的挑选,也欢迎送个人辅证, 前妻是在家仍是持续住养老院在看白手的挑选,吴秀波妈妈,已经暗示是本人志愿来养老院的,白手还说本人在静老院里,交了很多好好友,他们常常一同进来玩玩,还在学京剧唱虚声呢,看来白手在静老院生活的的确很舒心呀。 感谢观看